全部地區封牆宇宙 瞬間的陣風可以來到11級左右 在台南南區新興路上的幼兒園 可以看到紅磚造的圍牆 被牆封給吹倒 包括旁邊的造景樹木也全倒在地上 整個幼兒園裡面是一片狼藉 而這整面圍牆倒塌也影響到了 旁邊道路機車騎士的安全 而另外在台南的安南區 承溪街一段 在這裡附近有這個民宅 後方的這個圍牆也倒了 木造的圍牆整個被雨水淋濕 支撐力沒了 往左側傾斜倒在車頂上 還包括了附近民宅 後方的水管也斷了 這風車 背的啦 十多大嘛 對啦 厚厚有沒有 沒有得很漂亮啦 可以看到這水管斷裂水流不止 那必須要找人來修繕 那麼附近居民就說 整個因為強風的關係 所以屋子後方堆滯的東西 全部東倒西歪 有一些用來擋風的水泥板 也全島堆疊在地上 而包括民宅裡頭 也是有積水的情形 而今天台南修颱風架 現在居民必須要忙著清理家園 以上是來自南部的詳細資訊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臨時報道 你